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边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和一个贤惠的妻子 家庭收入颇丰 生活十分滋润 1989年3月5号的晚上 一通电话的到来成为了这个家庭噩耗的开始 电话的那一方是妻子松岗龟子老家打来的 说是妻子的母亲忽然去世了 自从妻子嫁给了自己之后 她已经有好多年都没有时间回到老家去了 夫妻二人就连夜向公司请假 在第二天前往了妻子的老家德岛县 葬礼举行的当天他们准时到达 在葬礼结束之后 郑深一家就住到了亲戚的家里边 这个亲戚家呀 住在一个半山腰围起来的 周围除了田野就是农密树林的地方 那一大片的林区里边就他们一户人家 从妻子母亲家到这里需要爬过很高的时间 这种时间坡度很大 大人走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 一晚上过后在3月7号的早晨 妻子早早的起床为大家准备早餐 那郑深起来之后啊 趁早餐还没有做好 他打算带着7岁的长女 4岁的长子和2岁的小儿子 到附近的林子里边去散散步 没过多久 孩子的肚子饿了 想要回去吃早饭 郑深就带着三个孩子往回走 两个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自己走在前面 而他抱着最小的儿子在后面跟着 当他们都走到亲戚家门口的时候啊 4岁的大儿子突然说不想吃东西了 那我这要出去玩 跟儿子争执了一番之后 他只能妥协 让儿子在原地玩 自己先送着大女儿和小儿子回屋里 然后再回来找他 从郑深进屋到走得出来 不过40秒 可是在门口玩的大儿子就不见了 郑深揣测啊 儿子可能是下石阶去往头 他从这个陡峭的石阶下去 但一路上并没有看见孩子的声音 于是郑深又想到了一个地方 他朝着那个房子旁边的树林里面走去 并且大声地呼喊儿子的名字 可是无论他喊多少声 喊的声音有多么大 都没有人回应 儿子就这样失踪了 森林大搜索 无奈之下 郑深选择了报警 警方联合了当地的消防队 总计100多号人 对亲戚家的房子周围的森林 进行了大搜索 附近的居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纷纷加入了搜索队伍之中 而在经过整整一天的搜索后 依然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加入搜索队伍的消防员增加到了200号人 他们一边加派人手进行搜索 一边又对居民区进行了逐一排查 在调查的过程之中 居住在松港亲戚家附近的居民表示 在孩子失踪的当天 他们在田野耕作 但并没有看到陌生人的车辆或者人员 警方想啊 孩子会不会是在当地被人绑架的 于是他们在松港亲戚家的电话里边 装了录音器 可是十几天过去了 依然是一无所获 直到他们收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 3月16日 一通神秘的电话打进了他们的亲戚家里 一个带有浓重的得岛县口音的妇女声称 她要找松港太太 对方说 是幼儿园这边的家长代表 有一笔家长筹集起来的慰问金要给他们 想要确认应该打到哪儿去 那妻子归子就问 是承熙幼儿园吗 对方说是的 妻子又问 那你们也是月亮班的吗 对方说是啊 我是中原真有子的妈妈 归子说 中原太太 我们明天就回去了 麻烦你就送到我们家了 谢谢爸 这件事 这个时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当他们一家人回到了慈城 并且联系到了成熙幼儿园的时候 才发现这件事大有蹊跷 归子通过电话联系了幼儿园 然而幼儿园之中并没有这么一位叫做中原真有子的学生 幼儿园方面对家长筹款的事情表示不知情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松岗夫妻俩首先是证了一下 然后对这个电话进行了揣测 这个电话一定是绑匪打来的 而且目的就在于从他们口中探得绑架的信息和他们的动向 于是他们马上就向德岛县警方联系 希望他们赶快调查这一通通话记录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自从他们离开了德岛县之后 警方对于搜寻孩子的态度出现了大转变 他们不再积极地搜寻孩子 而且还告诉郑深和龟子电话录音带已经遗失了 在寻求警方无果的情况下 郑深无奈地将这件事曝光给了媒体 他将关于儿子的长相特征和照片等都交给了媒体 还附加了自己的具体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 这次他们将希望寄托给了日本的民众 希望通过民众的努力给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和尽快让儿子回家 郑深为了集中精力地寻找儿子 和处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 他辞去了高薪的工作 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路 妻子归子整日以泪洗面 在各种电视节目之中也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虽然他们对于寻找儿子还怀揣着一丝的执念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 关于儿子的信息 也像漂流在海上的漂流瓶一样 孩子消失只是一瞬间 而寻找孩子就像是大海捞针 转机 2018年 日本的TBS有一档王牌的寻亲节目 这个是帮助失踪者寻找亲人的节目 它并没有从寻找者的角度去找失踪者 而是从失踪者的角度去寻找自己的亲人 在节目的播放过程之中 失踪者一般都是失忆的 或者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不过通过节目之后他们都很快能寻求到帮助 由于这档栏目所选取的角度很特殊 而且对于很多失踪者来说也有极大的帮助 所以在日本非常火热 很多的失踪者就是通过他们实现了团阅 这一次节目上来了一位叫做和田龙人的年轻人 在节目上进行了寻寻 他让已经陷入绝望的松岗一家 顿时感觉到了还有一丝希望 他会是松岗家失踪多年的身尸吗 2014年7月29日 和田龙人被人发现在爱知县的一个商场的厕所里 他当时已经昏倒在地 身体极度虚弱 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文件 热心人把他送到医院进行了急救 医院对他陷入昏迷的解释就是 他已经很长时间陷入了营养不良当中 由于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 所以警方也很快赶到了医院 在他苏醒之后 警方就对他进行了询问 然而由于虚弱过度 他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他只能用颤抖的右手 在空白的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 S61和日本的几个骗甲兵 通过对这几个看起来特别别扭的文字 进行了翻译之后 中文的意思就是 和田龙人 S61代表是日本天皇的年号 即当时是昭和的61年 也就是功力的1986年 随着休养时间的推长 他的身体也得到了很多的营养补充 他慢慢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和意识 身体恢复之后 他和警方说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他依依稀稀地回忆着 在大约四岁的时候 好像和一对看起来像父母一样的男女 坐着车来到了一位不认识的大叔的家里面 从这个时候起 他就被这个大叔一直软禁在了这个房间里 每次他想逃离的时候 都会被严厉地斥走 在平日里 大叔除了会给他一些基本的生存物资之外 其他的东西一概不提供 在这样一段漫长的被囚禁的日子里 他没有上过学 也没有和大叔以外的人进行过接触 所以在他的记忆里边 自己的名字和年龄完全不知道 对日语更是一字不知 而能够在白纸上写的这几个看起来特别怪的字 都是自己之后从电视上学来的 跟这个大叔相处得非常漫长的这个时期里 大叔好像就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 而且整天啊盯着各种带有图表的电脑 其实在被囚禁的初期还是有机会出门的 他记得当时好像被囚禁了一年之后啊 感觉到牙齿特别疼 所以大叔就带他去看了牙医 这个时候好像是1997年 在看完了牙医之后 大叔告诉他他已经五岁了 从这个之后他才记得自己的年龄 他从大叔所告诉他的信息来推断 自己应该是92年出生的 2013年1月 他在电视上看见了一则寻亲节目之后 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是失踪人公 并且已经被这个大叔囚禁了很长时间了 从这以后他又产生了逃跑的念头 并且为了能够成功地逃出去 而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比如他会偷偷地从大叔的口袋里面 偷去一些零钱以备外出 之用 终于他等到了这个机会 14年的6月28日 趁大叔不在家 他带着准备已久的零钱逃了出去 当他来到被囚禁的家门口的时候 看到了一侧的门牌上写着和田的字样 这是他会写出这两个字的原因 出了门之后 外边的世界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也并不是因为摆脱了大叔的束缚 而获得了自由 相反的 他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出了大叔家的门之后 他就失去了奔跑的方向 在他的内心深处 只知道跑得越远越好 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超市的厕所晕倒了 然后他自己就出现在了警方的面前 警方对他供述出的信息非常感兴趣 极其想抓住这个囚禁他的大叔 奈何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是被囚禁在哪里 所以这件事情也只能作罢 由于不知道他的身份和来自于哪里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够安排他到当地的求助中心做义工 同时让他努力地学习知识 做好踏入这个社会的准备 这个节目并没有引起太多观众的关注 直到这一件事情发生 一个网友在网上发帖说 何天龙人的经历和29年前松岗家所发生的事有点像 比如说都是被父母带出去的 而且带出去的时候也都刚好是4岁左右 他们会不会就是一个人呢 这个文章马上就在日本的平台上得到了很多转发 并且有很多网友进行了评论 何天龙人的事情也炸开了锅 有网友把他们的照片进行了对比 那么一对比更是形成了更大的一波波了 这个对比照片之中啊 无论是眼神 眉毛 鼻子的高低程度都非常的近似 照片之中的两个人就像是一个小孩从小到大 民众马上联名要求当地的警局联系到松岗家 让他们做亲子鉴定 郑深好像也看到了希望一样 非常积极地配合警方的亲子鉴定 无论是松岗家 还是民众都非常焦急地等待着这个鉴定的结果 反准 在等待结果的这个期间 又有一位网友的推文掀起了一层浪 他说他认识何天龙人 不仅仅他认识 他身边的人都不认识的 他就是宅男之中的神人 北则上 北则上可不是一般的宅男 在日本的宅男界是极其出名的 他是松锦官子的超级粉丝 2012年的三重县武道馆举行的AKB48活动中 他就花费了54万日元 对他购买了2300多张选票 他的这一举动 顺时将他变成了日本宅男界神医级的人物 他的这个举动不仅仅被日本的宅男界广为所知 日本的朝日新闻也对这一举动进行了播报 写出这个推文的网友拿出了两者的照片进行了对比 这一对比的结果让很多网友相信 何天龙人就是北则上 就在网友们对这一话题进行大讨论的时候 亲子鉴定的结果也出来了 结果就是何天龙人并不是松岗正身的儿子 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 随着这一事件调查的深入 一对来自三重县的老年夫妻对警方说 他们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年轻人特别像他们的儿子 这个年轻人就是何天龙人 警方在保证这一对老夫妻隐私的情况下 对他们三者都进行了亲子鉴定 其结果就是他们的血缘完全温和 何天就是这对老年夫妻的儿子 网上接着有帖子说 何天本来就是三重县的人 他就是北则上 对于他们的儿子为什么走出来之后 又在厕所里面晕倒的事情 老夫妻俩的解释是 他们的儿子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精神疾病 他会忽然失去自己正常的记忆 然后使用幻想出来的记忆填补那一份失去的记忆 而且这一次已经是他第二次发明了 这一个帮助郑森寻亲的事件就此尘埃落定 人们为何天一家从中感到欣慰 同时又失落于没有为郑森找到儿子 后来记者就这一件事对松岗进行了采访 问他是否对这一次没有找到儿子而感到失落 他的回答让记者们感到惊讶 他说一开始就认为何天龙人不是自己的儿子 时至今日 松岗深尸在那不到40秒的时间里 从人们的视线之中消失 已经有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了 他的父母依然没有放弃寻找他的希望 也希望他们早日团聚 这个案件困扰了日本警方30多年的时间 也让这个家庭从此支离脱锁 从他们寻子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重重疑点 第一 给松岗家打电话的浓重的得导献口音的妇女是谁啊 那通电话还套出了松岗幼稚园的名字 智商可见不一般 还有 警方为什么说录音带已经失踪了 警方为什么对搜寻松岗深尸的案件 在他父母回了家之后 就出现了180度的转弯 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做到 在40秒的时间里 从人们的视线当中离开的 这个案件还可以破吗 欢迎留下你的猜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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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下山临的可理 即可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下山口